这应该是金刚狼最接近死亡的一次 他引以为要的钢爪被一刀斩断 就连强大的自愈能力也被无情夺走 而这一切都是早已死去的朋友所为 就在刚刚 狼叔发现自己的心脏上有一只机械虫 虫子已知了他的自愈能力 狼叔直接割开了自己的肚子 他要给自己来一场硬核手术 便看着手就要够到蜘蛛 可就在这时 吃了痣的杏犬闯了进来 他一把飞开一气 却去为了保护狼叔和他缠斗在一起 两人在狼叔的身体上无刀弄霸 这时狼叔总算是成功取出了虫子 但他也直接没了心跳 血须依旧拼死守护着狼叔的身体 下一秒 狼叔的伤口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愈合 就在血须被打倒的瞬间 狼叔也醒了过来 再度复活的狼叔感觉神经气死 三两下就赶翻了杏犬 看在他是老丈人的面子上 不想杀他 可杏犬不承认他这个流血 从背后偷袭直接给他来了个口心眼 狼叔也不惯着 直接送走了他 另一天 云田居然把真理子交给了神 神允还递给他一瓶毒药 狼叔刚赶到目的地附近 就被云田的忍者手下团团包围 狼叔让初纲找开始战斗 狼叔却被一摩托车打翻 还被困在网中拖走了 雪须开着一样铲血车前来营救 狼叔趁机破开网子 骑到车顶就开始追着忍者跑十分嚣张 但帅不到三秒 被后面飞来的摩托车撞倒 云田此时正在给弓箭上毒 随着铲血车停下 一大群人围了过来 狼叔让雪须先走 然后以爪子把车子打爆 炸翻了一片忍者 不要有一批弓箭手集结完毕 狼叔根本必无可避 一根根毒箭射进他的身体 像只四位一样被进步在原地约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 狼叔已经被绑在机械座椅上 这时旁边椅子上的银武士站了起来 银武士全身由艾德曼德经打造 他掏出长刀 双手一握长刀变得火候 朝着狼叔的钢爪看去 危急时刻 针银子冲出挡在他的身前 银武士一刀砍歪 狼叔脱盆而出 赶紧拉着针银子就跑 银武士从天而降挡在了狼叔面前 狼叔只能迎战 用钢爪挡住致命一刀 可银武士又掏出火候的刀 一刀就斩断了狼叔的钢爪 狼叔痛苦不堪 白灰躲闪间不小心掉了下去 刚起身又遇到了神物 还被吐了一言口舌 再次被打了下去 狼叔心里那叫一个哭啊 很快银武士又跳到了面前 狼叔知道不能硬听 于是歇断了所有电路 趁机东西抢过一把火焰刀 此时袁田冲出来一剑插在他头上 却被银武士一刀干掉 狼叔找准时机一刀将银武士的头颅砍下 然后抱住银武士摔了下去 狼叔差点叼出大楼 这时针银子来到袁田面前 谢谢他的成全 也谢谢他保护他男朋友 可不容易爬上来 银武士一刀把他另外三个爪子也砍了 接着银武士抓住狼叔的手 伸出三个钻头开始打动 食指连心痛的狼叔嗷嗷叫 这时狼叔一抬头发现银武士 竟然是死去的银田 原来这些都是银田 为了得到永生而设计的阴谋 伴随着自语能力被抽走 狼叔逐渐老去 而银田则快速变得年轻起来 便看狼叔就要被抽干吸性 这时针银子及时出现 伸出狼叔的钢爪插在银田的脑袋上 看着如同怪物一般的爷爷 针银子上前又是一刀 受伤的银田松开了狼叔 狼叔又恢复了年轻 冲上前去徒手撕开银田的机箱 然后伸出自己的鼓掌 狠狠地刺入银田的身体 将其扔下山崖 最后针银子继承了家族产业 而狼叔则拒绝了他的挽连 一句话让他尬在了原地 最后在狼叔不安解释 突然时间静止 金鼠也飘了起来 老万和教授出场请狼叔帮忙 这部剧狼叔可能是得罪了导演 或者是编剧 真是太弱了 全程一个人也没打过 不是在挨打就是在挨打的路上 唯一厉害的就是把朋友的孙女 整得服服帖帖的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